嗨,我是维莎尼做面包的山妈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山妈做过一期生吐司的视频 很多粉丝朋友也跟着那个食谱做了好多次了 都说特别好吃 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高 而且烘烤的时候需要高温快速的烤成 造就了这个吐司特别柔软的特性 而且咱们做的生吐司呢,奶味特别的浓 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生吐司稍微再改良一下 做出更加柔软的口感 今天山妈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小烤箱最大限度的烘烤4个250克的生吐司 它的烘烤温度和时间是怎样的 那我生吐司的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边做边聊吧 先来做一个烫种 80克牛奶倒进奶锅里 然后加一点糖 两三克就行 然后把它煮开 好,牛奶煮到旁边有微微的沸腾 冒小泡了,关火 现在把高筋粉倒进去 搅匀我们的烫种就做好了 烫种的面团用保鲜膜给它密封起来 不要让它干了 可以放在冷藏里第二天再用 或者是放凉了以后直接就可以用了 放入所有的干性材料 这是高筋粉 糖 盐 把粉类都搅匀 好,这是炼乳 炼乳可以增加奶香味 淡奶油也是增加奶香味和增加柔软度 放牛奶 牛奶是这种冻成冰沙状的 还有要注意一点啊 牛奶要预留二三十克 不要全放里啊 好,预留这么多 先开低速 三档 这面团摸起来还有一点干 再把酵母放进去 我放的是新鲜酵母啊 我也会给出你干酵母的量 然后加一点牛奶 面团成团了 把烫肿掰成小块放里 烫肿差不多揉圆以后 改高速 稍微有一些厚 然后破口是锯齿状的 在这种状态下放入黄油 低速搅拌 搅拌到面团里看不见黄油了 转高速 我们揉吐司的面团 宁愿欠一些 不要揉过 这面团透出的指纹 这个状态就非常的好啊 看一下它的破口 破口是非常光滑的 收圆 盖上保鲜袋 发酵到两倍大 发好的面团 按压 可以清晰的看到有纸印 简单的给它收圆 拍一下排气 然后折叠 折叠 往回 收 放在室温下 松弛20分钟 手上沾一些粉 轻轻整个拍一下 中间 往上擀一下 再往下擀一下 轻轻的擀 这擀面杖擀下来的时候 这个面要留一些厚度 四周的大气泡给拍掉 然后把它翻过来 左边往中间折 右边也往中间折 稍微铺一些粉 从中间往上擀 这手要撑着 一边撑一边擀 把四周的大气泡拍掉 底下弄宽一些 往下顺势的卷 不要拾劲 好 准备四个250克的吐司盒 放进去 按压一下 吐司的盖子盖上 然后拿去烤箱里发酵 发酵的温度设定在35度 它这小烤箱预热是比较快的 所以发酵一小时拿出来 大概10分钟 它就能预热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吐司 到这种程度可以烘烤了 烘烤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四个吐司 尽量给它分开一些 中间有一些空隙 有一些空隙 让它有热度的一个流通 吐司四周烤得才能均匀一些 放在烤箱最下层 然后 咱们趁热给它掰开看一看 特别软 我尝一口棉花 这双吐司就是撕着吃的最好吃了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个 加入了烫种 非常的Q弹 超级好吃 你们也做个看吧 你们也做个看吧 Kei